程度的unicode 其實就是一般unicode 所謂unicode的話 基本上 unicode如果用中文的話其實也是unicode 但是一般你在 宣告變數的話 很少人用中文的 為什麼因為如果用中文的話 很難保說 會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大部分呢 都一定會用英文字母 英文字母特別注意 大小寫也是會有區別的 所以這裡的話特別注意 名稱的最大長度為255個字元 不過我還沒看過有人用這麼長 頂多就是 幾個字而已 另外呢Java裡面是區分什麼英文字母的大小寫 這個跟像 VB裡面就沒有區分大小寫 所以這個部分要特別注意很多 之前寫VB的突然來 寫Java就會產生問題 因為以前習慣反正大小寫字都會把你轉成 一樣的 可是在Java裡面 他會視為兩個不一樣的 這個變數 所以這個地方要特別的注意 那另外的話 這個地方 範圍 同一個範圍裡面呢 必須是我唯一的 同一個範圍你不能 那個名稱 取太多個 這個 這個你宣告只要宣告一個就好 你不能 同一個名稱你宣告好幾個 那他當然也會視為一個 OK 這個地方是命名的規則 命名規則 那詳細部分各位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在 我們的書本上面的這個三支 三支事業的部分 三支事業部分 OK那其他的話 慣用的用法類似像這邊 比如說我們常數的 用法 還有另外的變數的用法 取一個名稱 那宣告的部分要宣告在哪裡 還有一些相關的屬性 我們直接用範例來看一下 所以請各位 來看一下 宣告的方法 我們直接看這個範例 直接 翻到那個 在三支六頁這裡 三支六頁的下方會有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的話呢 就是一個 class class名稱的話 CH 三支二支二 那一樣會有個man 裡面的話呢 我們會宣告什麼 因為我要顯示出來的一個結果 就是 顯示出 一個叫 這個GPA 的一個什麼呢 一個名稱 他的是 GPA後面 加上一個b 那成績的話呢 我就輸入95 如果說我今天要 完成像這樣一個範例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請各位 這地方直接來看範例好了 就是 一樣的方法請各位 再來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專案名稱我想跟類別名稱一樣好了 這個名稱的話呢 就是CH CH 3 記得底線 三支二 支二 OK 然後直接按完成就可以了 直接按完成 再來的話一樣在